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Ricardo 那其實我踏入這個行業也已經快20年了 所以呢,在今年創立了這個40年 我覺得也可以算是對我20年行業經驗的一個總結 那我過去,我的行業經驗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發燒有階段 在這個階段呢,我曾經在一些Hifi店有過一些堅持的工作 那後來呢,逐漸成為正職 而且呢,也做了Hifi的Distribution相關的工作 將一些蠻有趣的產品,可以算是我們這個行業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牌 引進台灣這個市場 那後來也因為機緣的關係 我就進入到了HifiMan工作 那擔任他們的國際銷售總監 這段期間呢,對我而言算是收穫成長最豐富的一段時期 因為在一個製造商工作 你會理解到很多關於技術 關於調音,關於市場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後來離開這份工作之後 到了2019年 我呢,就是與Eric Chong 一起創立了Aletech這個線材品牌 在這段期間呢,我也開始萌生了想要製作自己的產品 尤其是大耳機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 總之就是線材以外的產品 那後來終於有了機會 就是到了今年 把做IEM的這個概念給落實 所以就成就了40Ear這個品牌 首先呢,對於40Ears 一開始我就有一個理想狀態的一個設定 因為我自己呢,是一個業餘的音樂家 那我是從現在已經搬來香港的一位古琴大師 就搖公白的大師 我是他的古琴的弟子 所以我自己是一位契樂演奏者 所以我對於真實樂器的還原 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的 這是首先 第二個是我在工作之餘呢 我是一個歌劇愛好者 我除了有有就是上千張歌劇古典音樂的錄音之外呢 我在國外跑秀的時候 也常把握機會去各地的音樂廳 歌劇院聽現場演出 所以呢,我對於一個耳機 該有的一個什麼樣子 在我的認知裡面就是 它要能夠真切的還原 還原在音樂廳 或者是在歌劇院裡面 你坐在黃金位置 也就是我們講的PugTech 持座區裡面 所聽到那個聲響 那在這個 許多年的從業經驗裡面 我覺得只有一些最Top的器材 可能是 非常High End的高階的喇叭 兩聲道系統 非常High End的靜電耳機 非常High End的平板耳機 能夠達到這個要求 但是在我的 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不覺得 我的IEM耳機在過去 能夠達到這樣子的要求 那打從我們創立了Airtek之後呢 其實我一直在關注業界 相關的一些發展 我察覺到最近幾年呢 單體的技術 其實是有著長足的進步 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 有了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時候動手了 所以我開始運用現在 最新的一些單體技術 落實我的想法 打造一款能夠讓大家 在戴上的時候 宛如坐在歌劇院 或者是音樂廳的黃金位 這樣的一支耳機 是這樣子 Forte Ear呢 這個Forte Ear Forte為什麼叫Forte 它其實是來自於一個音樂語會 就是強奏 強音 那為什麼採用音樂語會呢 是因為我所有的靈感啟發 產品靈感啟發還有命名 都將於來自西方歌劇 那大家一提到歌劇的時候 就會覺得 哇好像有些人會覺得 歌劇有點吵啊 女高音在尖叫 然後管先生在演奏很大聲 所以呢 我就玩弄了這個Forte這個詞 大家覺得一聽到 歌劇就是覺得好大聲 所以就叫Forte Ear 那為了要表現這些歌劇 就是我並不是 比方說這款產品叫Mark Bass 我並不是只是 做一款產品出來 然後給它套上一個Mark Bass的名字 不 這不是我喜歡的方法 我要做的是 當大家看到Mark Bass這款產品的外包裝的時候 就好像進入到一本小說 或者是進入到一個電影場景一樣 從外包裝 到裡面的每一個小配件 小細節的設計 都有著Mark Bass這一齣歌劇裡面的人物 元素 情景 情緒 甚至還有一些道具的一些暗示 對 這樣子就成就它的藝術特征 另外則是 在工藝上 因為Mark Bass其實它是一個 如果按照莎士比亞小說 對不起 莎士比亞的劇本 那其實它是一個 有可能是 中世紀 就Medieval時代的故事 那莎士比亞本身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就從文藝復興到中世紀時代 借鑒了一些視覺元素進來 而且呢 最重要是什麼 為了符合這種 比較有古典感的氣氛 我們呢 採用了手作主堡的方式 來做它的Faceplate 我們知道現在CNC的加光工藝 非常的發達 對吧 我們用CNC可以輕易切出很多 很精準的形狀 可是我必須說 CNC的工藝在現在雖然精準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它的線條是Lifeless 沒有辦法穿搭很精緻的東西 而且沒有溫度 看起來非常的科技 很生硬 可是 採用脫模金屬鑄造 比方手作銀式 就用脫模 我們這次就是採用這樣的一個工藝 來做 就可以表現出那種古舊的 帶有歷史感氣氛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呢 這次採用的就是 銅面板 度上白K 同時還有冷髮廊的技法 完全是手工 一枚一枚單獨製作 一枚一枚手工上色 所以是非常非常費工的 但只有這樣子的工藝 才達到我對於這個產品 它的美感上的設定 對 MARGVEST這個耳機上 我其實想要建造的就是一個全能的聲音 我希望MARGVEST並不只是一條可以拿來聆聽某種特定類型的耳機 比方現在有些耳機 只能聆聽K-POP OK 只能聆聽流行人聲 或者是 只能聆聽古典樂 小品 什麼 我覺得這都是有偏向的 作為40EAR這樣一個新廠牌 而且就是熔練了我 就是20年來對聲音的認知產品 我希望它能全能 對 盡可能的將每一個音樂都演繹得到 所以我相信如果各位去聆聽的時候 可以發覺這條 IEM有著非常流暢的音樂性 而且在大部分的音樂上 都可以表現得讓各位滿意 希望各位可以去試試看 我想跟社長朋友講的話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也常來香港 那其實香港對我而言呢 就是像一個第二家鄉一樣 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所以呢 對於我而言 香港是一個很熟悉的地方 那我希望各位看我們40EAR的時候 千萬不要小看它 雖然我們今年才剛成立 但我們背後啊 就是從我主力人 到我們背後的團隊 其實在這個產業都是非常有經驗的 我還有呢 不只是在音響專業上 即便是在美學的積電上 我們相信能夠帶來給大家很好的體驗 所以我歡迎各位呢 帶著一顆探索的心 好奇的心 來參加8月的HKAV秀 那次會是我們 Mark Best的Debut 第一次面試 那大家呢 就可以在上面聽到它美好的聲音 我也希望呢 香港朋友多多給予我們鞭策鼓勵 告訴我們你們喜不喜歡它 你們期待我們在做出什麼樣的產品 讓我們參考 那相信後面 Fort Air絕對是精彩可奇 那我們就8月HKAV秀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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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